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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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問心無愧 問心無愧要問張家維什麼呢 什麼 我們今天收集了網友 大概兩百個問題吧 兩百才兩百 來 到底是什麼 我看看 好緊張喔 我的手在抖 看一下 什麼啦 那個什麼 這也是非常我們老粉 鐵粉 請問家瑋如果成為時間 旅人回到過去想對十年前的自己 說什麼 說什麼 說 你很棒 沒有啦 說 人生永遠都會帶著羞恥心前進 不要害怕 就是當下的錯誤 就比如說像衣服 你永遠看過去的自己都覺得說 啊天啊我當時怎麼會穿這種衣服 那個頭髮那個妝髮什麼什麼 讓我們回顧一下十年前的娓娓 現在 大家來到的是在高雄八五大樓旁邊的 我十年前就長到現在這個樣子 想請問怎麼維持頭髮的美度 就是 不要太長的整趟 然後每天都洗頭 然後每次我都洗兩次 第一個我會先洗頭 頭皮的清潔就是會比較乾色的那種 但是第二個就是會是護髮的那種 會比較柔軟 然後洗完的時候濕濕的狀態下 我會上一些護髮 又或者是你吹乾之後 我會上一點點的髮油 會讓自己就是頭髮會比較柔順的 吹的時候就是這樣 我教大家一個佩服 這大家都可以學起來 女生就是這樣吹 油上往下吹 然後讓自己的頭髮自然的就是乾 然後因為你有抹髮品 所以這樣乾掉之後 你再用那個梳紙輕輕的梳開它 這樣子它就不會傷到頭髮 也不會在你的洗頭髮的過程中 或者是你吹完的時候 你的頭髮會掉很多 因為我操會掉頭髮 你學會了嗎 有什麼角色是你一直想要挑戰的 啊有錢都挑戰 謝謝 不然就是那種 曼嘎的那種有沒有 老大的女兒那種 哎呀 不爽我就巧架 Sherry A 如果現實中遇到 像阿傑只會把Ruby當穿電影 會直接告白還是用暗示的方法 我比較被動 但是我可能會從聊天當中 讓男生知道說 欸你喜歡怎麼樣子的女生 然後我可能會大概跟他講說 那如果是我 你覺得我們兩個 會是屬於是適合當情人的嗎 阿傑 拍戲中遇過最困難的事是什麼 像是那一次夢如 在外景的時候 躺在地板上 我要克服 就是在地板上有蟲 有蜘蛛 有蟆蟻 有紅蟻那種 然後到最後我整個身體都是起疹子 因為有毛毛蟲爬過 然後我整個就是過敏 那是我最痛苦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時候還要再演戲 這是最困難的時候 好奇家瑋現實生活中的理想心 我希望我的理想心是 他會去觀察我需要的 跟不需要的事情 然後我開了口 他也不會反感 開放留言報名 JUNO 想問有沒有想要接特務的角色 有我也是覺得自己也蠻想要接特務的角色 而且我們每次拍的時候 都只有15分鐘套招 請問家瑋如果沒有走演員圈想要做什麼呢 想要做什麼 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但以前可能我們家比較傳統 大概就是家庭主婦之類的吧 如果沒有想過的話 或者是賣個泡沫紅茶 當個手搖一女生 棒糖棒 請問家瑋在與阿邦跟Johnny Johnny 拍吻戲時有什麼感覺分別在哪裡 東西在哪裡 其實拍的時候都不會有其他的想法 但是就是會很focus在夢魯的感受裡面 那阿邦就是真的初戀嘛 所以就是會比較深刻一點 那跟Johnny的部分就是比較意外 因為那個就是一個意外之文 林博彥想要請問家瑋除了拍戲 無外平常的休閒娛樂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睡覺 還有就是要趕快的進場維修 比如說去保養自己的皮膚啊 然後睡好 然後保健食品吃好 然後再去稍微的運動 跟繼續看我們的黃金歲月的重播 要看一下自己的作品 然後再去繼續的進修 看看其他的劇啊 或是綜藝這樣子 因為我也是有綜藝的 你們也知道 下雨天會過明 問說家瑋遇到人生困難 很想放棄的時候 都會做什麼 幫自己加油打氣 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讓自己去思考一下 可能哪裡就是覺得不ok的地方 然後繼續的在進步 然後會做一些讓自己更充實的事情 因為唯獨只有充實自己才不會緊張 才不會感到覺得自己好像 一直就是沒有更好的自己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就是大家在前進的時候 就會發現自己 如果有越來越有能量的話 就可以度過那些 就是覺得很氣餒的部分 不要覺得氣餒 因為你有在前進就有在進步 你會發現更不一樣的自己 4229公平真 為什麼叫4229 好 請問家瑋喜歡什麼顏色 嗯 什麼時候的心情 喜歡什麼顏色不太一樣 什麼顏色 好 最喜歡的顏色可能就是白色或奶茶色 我最近被奶茶色整個就是讀暈了 就是什麼都覺得奶茶色好漂亮喔 這樣有回答到大家的問題嗎 大家還有什麼想要了解藝人的部分 有什麼好奇呢 歡迎大家來看看我們的YouTube 民視戲劇館 有推出新的單元 問心無愧 謝謝大家 我是家瑋 掰掰 繼續的收看我們每晚8點鐘的 黃金歲月愛看喔 決定想起開始 決定要開始對不對 沒有 你知道平常就是演角色會覺得 入戲的時候不一樣 對啊就是有一個情境就是套入很容易 但是跳出來要做自己的事 要當委當家委的時候比較困難 不會緊張 對啊不要害羞各位想要問我什麼了老闆們請問 老闆上班咯 對我有YouTube的抖音 微博 本思團 臉書啦 然後還有IG 所有的社群都是本人親力親為去經營的 所以歡迎大家有什麼問題趕快問我